记者周敏洪桃园报道,桃园是归山区大港国中学生邱子音、许家云在会考以我们这个世代为题的写作测验中,都拿下六级分号成绩,让师长非常开心。 其中,邱子音定调这世代是沉默的世代,叙述自己面对霸凌行为先沉默,后挺身而出的新型转折,获得六级分的肯定,还被选为全国推荐范本之一。 电视机上的新闻中,正诉说住一件校内霸凌事件,邱子音的作文从新闻报道校园霸凌事件切入,续写字迹目睹同学遭霸凌,却因恐惧选择晋升,到勇敢俱发的心理转折历程。 评宝老师认为,作文中还能进一步阐述好人的沉默,无疑也成为恶人帮凶的思考,带出邱子音所处沉默的世代的自行与期许,主旨明确,结构完整。 因此推荐未放的邱子音说,他平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意外,新闻中看到一些议题,就会试想自己若遇到相同状况,会有哪些解决之道? 所以,当他看到作文题目时,才以霸凌的新闻报道为主题,探讨他所出的这个世代普遍都过于冷漠的问题, 以及解决之道,邱子音还在文章中引用已17岁少女,成为诺贝尔和平讲得主的马拉拉的事迹, 以及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的名言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 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他分享,平日多阅读,多记忆一些经典名句, 作文时若能妥善引用,就会得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拿到好成绩。 作文章